所以接下来是不是快速点两下 这 People 2 做法就跟刚刚非常类似了 所以我们就一样使用第一个资料列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 因为等一下我们为了一致性 所以干脆我们不做那个合并 合并我要的就是一岁二岁三岁四岁这些 就跟刚刚原本之前拿到资料是一致的 然后接下来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根名叫做党名重新命名 党名 这个叫民国年 民国年所以重新命名 民 民国年 那既然是民国年里面 因为他就只有103 在接下来这是行政区 行政区 所以重新命名 行政区 然后接下来就请把不是行政区的都拿掉 像总计就不是了 12个行政区 然后这是性别 我想也没有问题 所以只要把这个G拿掉 像这个有空白 这个有空白 这个没有空白 这个空白都要拿掉 取代值 空白 然后取代为没有 确定 滑鼠右键取代值 把性别里面的空白拿掉 再来总计删掉 总计整个移除掉 然后接下来我们先整个转 整个转 整个去做转换底下的取消资料行数 我们先整个转换底下的取消资料行数 我们再把这里面 有核计的拿掉 就是 这个有核计的都拿掉 确定 确定 对不对 我要松山区零税多少人 这是不是就跟刚刚那个就非常像了 所以就直接常用底下关闭并展入 对 我忘记把最后两个名字改掉 记不记得 这个叫年龄 这个叫值 对不起 补作一下 这个是年龄 年龄 这个叫做人口 数 人 人口数 请问人口数会不会有小数 不会 记得要选择 选择什么 整数 否则的话 这边叫整数 刚刚那边 这边是小数 那边是整数 一样 类型不一 再来就是 这里面 你不要小看 这里面真的有空白 否则的话 空白零税 会跟另外一个档案里面的零税 它是不一样的东西 好 所以 所以记得 这个 这个叫做 取代值 把空白给 拿掉 把这个空白 拿掉 还有记不记得 我刚刚排的顺序 党民 民国年 行政区 然后放的是什么 姓别 然后放的是人口数 然后年名别 对吧 所以 为了方便 起见 所以干脆 干脆 把它移动到 最结尾 这样就一致了 不要 因为 我跟你讲 就是说 这个 这个是 类别 很多人就 零 零 一 二 三 他以为 那个是 文字 听得懂我意思 就是 类别里面 这个零税 它是 类别 它不是数字 在我们正确的使用 没有人说 小民零税 加 小华 三岁 没有人这样子 做加法的 好 所以 我只是为了 不要让很多人 有 错觉 好 所以 这个 有 有这个 税 这个字 它就懂 它是文字了 可是 没有这个 税的时候 他就说 老师 这边 是不是应该改成 是 一二三 错 还是要把它改成 ABC 听得懂 意思 学号 不是数字 可以吗 学号 不是数字 年龄别 不是 数字 是文字 是文字 好 OK 这样